我的天哪 你玩过这种水龙芭比吗 据说 有人把它放进水里泡一泡 竟然变成了水晶美人鱼芭比 还有人抽中了诡异的暗黑芭比 在它的脑袋里 还找到了一颗暗黑珍珠 真是太神奇了 我来上网找一找 一个就188块钱 这有点太贵了吧 如果我有满足屏幕前的小牌子 我决定还是奉这一次 简单 狗子们 视频捧款发币 给你们搞来了 就怕每一个抽不着 我特意买了三个呢 今天不如我找来帮大家找一下 这个鱼芭是不是真会有美人鱼芭比 什么美人鱼 什么发币 你们想要怎么拍完之下吧 你这是不是又在寻宝呀 让我们两个帮你一起找找吧 让我来看看贵贵这次又搞了什么好东西 什么四 这里面的红带子是什么呀 我看 偷出来 这摸起来怎么有点像个娃娃呀 假 竟然是个包比娃娃 不过这个娃娃怎么这么奇怪呀 浑身就好像涂了什么东西一样 你说的娃娃该不会就它吧 是它没错 不过它还得放进水里泡一泡 才能知道它到底找什么样 那我去给它泡个澡吧 咱们先在这个透明瓶里加入凉水 接下来怎么把娃娃放进去 它开始融解了 这水浑浊的我都快看不见它了 等一下它就会变成一个眼睛的发皮了 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拧开盖子了 它就是自己浮上来了 推掉颜色之后 它竟然自己穿上衣服 这也太神奇了吧 原来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发皮怎么长这么普通啊 哪里普通啊 我干哪好看的呀 对我给它加上头发跟衣服 它就会变得更好看了 怎么样 现在现在好看多了 好像是好看的一样 不过我想找个 都是美人的鱼大帝 那就让我来帮你找吧 我撕 掏出娃娃 诶 我的也是粉色的 倒水 把我的芭比放进去 小伙伴们 你猜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现在可以来看看 我的芭比变成什么样了 哇 它穿的是蓝色的衣服 把它给拿出来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它长得好看吗 穿上衣服以后 我感觉它长得还不错 这个也没弄到美人鱼 还买个我188呢 要不然最后一个 我帮你穿吧 那不行 弄到美人鱼的希望 就在这最后一个上面了 我让你自己穿哦 小伙伴们给过往甲甲甲甲甲 这次一定要出到一个新款 快开 我们来看看我的芭比 是什么样 啊不是吧 感觉很普通的样子啊 这腿一看 就不可能是美人鱼嘛 算了 还是赶紧来泡水给看看吧 芭比给放进去 哇 它的身体迅速开始融化了 我已经完全看不见里面了 已经泡了有10分钟了 差不多应该融化了吧 咱们赶紧来看看 它变成什么样了 哎 这啥我的芭比 没有俘识来啊 让我来捞一捞 嗯 不要捞了 哎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去 这是什么呀 怎么也太诡异了吧 一只手 两只手 三只手 四只手 五只手 六只手 它这芭比怎么有六只手啊 哎 等一下 它的头发出了 赶紧把这件水旋倒了 来找一找它的头 哦 这全部倒完了 我也没找爸爸的头 太诡异了 不知道啊 难道是在这些小袋子里 再看看 哎 果然在里面 哦 它居然一头红发 它是脑袋上 还长得四个脚呢 这个芭比 长得也太奇特了吧 咱们赶紧来给它穿上衣服 现在小伙伴们 衣服已经穿好了 这个芭比的任何胳膊 每一个都可以动 这造型也太神奇了吧 难道它是蜘蛛女王吗 哇 你的脑袋好酷炫啊 这不可以给我玩一下啊 等一下 清楚这种安徽娃娃的脑袋里 都是藏着大宝贝的 先我来看一下 它们脑袋里面 有没有传说中的黑圣植物 咱们先小心的 把它脑袋给拔下来 有点难拔呀 哎 从后脑勺这里 给它划拉胎 哇 好像这么感觉到 怎么没有东西 赶紧来扒拉胎 哎 让我来掏一掏 哦 我找到了 在这里 我要去啊 这边有一颗黑圣植啊 小白了 这也太神奇了吧 你们看 哇 哇 这里怎么有这么多蛋呀 蒙龙学员 嗯 这是什么呀 今天挑战用扭蛋机抽龙蛋 这里一共有六枚蒙龙学院的龙蛋 在这六枚龙蛋里 有一张特殊的梦幻龙卡片 每人有三次机会 抽到这张卡片 就能获得一万元奖励 还能获得超Q萌的小龙哦 赶紧开整吧 抽龙蛋 还能一万块钱掌精了 是个好事 那我不得先来抽啊 不会想先抽 不行 今天得让我来个开发龙 幸运龙蛋扭一扭 哦扭 哎呀 下来了一个 好可爱啊 只有我的一个包长大呢 来看看这龙蛋长啥样 猜猜我会抽到什么龙呢 嘿 哎呀好可爱啊 是一只花花龙啊 他拿了一个超红红的小软情呢 可惜龙蛋里面没有其他东西了 不过能抽到一个花花龙 我已经很开心了 应该等我来抽了吧 就下来了 让我来看看是舒服龙 OK 六六龙 哇塞 这是一个会抬古针的小龙啊 那我继续来抽啊 抽抽抽抽抽抽 小龙蛋快下来吧 哎 下来了 这一次会有彩色梦幻卡牌吗 赶紧来看看 是一只飞飞龙 它竟然会叫小鼓啊 下来吧我的口龙蛋 又下来一个 再开 是一只黄鳞相间的小龙啊 原来它叫酷酷龙 它还有一个迷你古琴呢 继续来抽 哦 这次一定要抽到梦幻卡片 倒开 绿色的龙 这一只的头上还顶着蛋壳呢 它叫电电龙 它也是一只会打鼓的龙哦 我的三次机会已经用完了 但是我还没抽到梦幻卡片呢 没想到吧 我还有一次机会呢 看来这次梦幻卡片 被我摸出了 这里面怎么还有两个蛋啊 那岂不是只有一半的机会能抽到啊 不完了先抽抽看吧 嗯 剩下来了一个 最后的希望了 我看 诶 是个粉色的龙诶 对对对 等一下 这个是什么呀 我听的 这就彩虹卡片 看来蜜蜜龙是我的幸运龙呀 那抱着琵琶也太可爱了吧 我一人散物蛋被我出的了 那这里还有一个蛋 就是我们屏幕前点赞上的小可爱呗 哇塞 到这了 小路 我来玩碰碰碰闭迷嘛 没看见我有写公愿吗 我还有两个时间没写呢 写公愿 还有玩女儿好玩呀 让你作业写完了 没写啊 含架作业嘛 只要留下含架最后一点写就行了 啊 谁呀 叫作业声控球 还有张纸条 那含架作业 我们一大批黑 有可能获得 免写作业机会啊 快点快点 我先来 我要来捏个最导演的物理 什么物理公式的 永远都记不住 哦 哦 咒 不失杀 哦 好丑的绿子 你哈来过你 肯定着急吧 别的废话了 来给我最爱的开智吧 这是理论你们备回来了吗 只能看我的朋友 银骨炮 谁就是普通的海绵吧 我比我都好看吗 第二个 来个理论 闻言闻什么的 我不想背了 再也没有让我看到 内容成为四个字 中 千丝橡皮 哦 用汤了了你 还不得把我的手给捏背了 谁让你臭自己讨厌的客户 看我来个最爱的预约 我可是背单子小达人 什么英语单子 我多多记住 帮他了 一匹毛球 我要六色的 有点奇葩呀 再怎么不好 你比我的橡皮好大 借口一文 我要你的数学 你不是最讨厌数学了吗 所以我要捏爆他 对的数学 你其他科目咱要后啊 捏爆你 你太难捏了吧 这种果然就是难可了 两张纸条 来看这张 鬼泥神器 这是假水吗 笨蛋 假水淤泥会变脆呀 好 那再来看这张 两倍海架作业卷 我跟两倍弄样了 那你高兴太短了吧 来来 年报第一 我的会不会也是两张啊 哇塞 两张纸条 你一张 变大神器 火龙虎狐 这下我的泥可以变超大了 小龙 你写还账作业卷 怕好了 我可以去玩了 赶到一期期 开始赶作业 两倍作业卷 你也太倒霉了吧 玩完这番泥 我就要回家赶作业了 先来看看这胖胖飞起包椒吧 嘿 虽然五盒只有五块钱 还不知道这要怎么用呢 揪出来 拉伸一下 感觉质量还不错呦 不过 好像起不了炮呀 另外 它还有一盒小泡沫呢 嘿 咱上去 融合一下 小泡沫就全被吃进去了呦 丢进碗中 来个红色钳丝橡皮 我吃 这也太难拉伸了吧 哪有钳丝啊 简直像牛皮糖啊 太高了 撒上不吃沙 再来瓶星空夹水 这夹水腌制也太高了吧 拿来黑泥 真的太浪费了 开始搅拌 捏 捏 捕手 啊 我能缓不进去啊 哎 我失败了 雪上加霜啊 给你继续一下 我的小黄泥 一分两半 先把这堵黄油泥掏出来 糯唧唧的 好像一块雪糕呀 淡淡发着一股淡淡的柠檬香味哦 拉伸一下 这么脆 没关系 还好我又给你材料 再来点刮火炮 给它热热 噗 声控神气 也不坏 可爱的黄色小童童 你别忘记加咯 最后就是这些毛茸茸球啦 买了个好看的颜色 无情铁章 融领它 小可爱们 看会小鹿的年人打扣吧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咯 快看 我的草原绿泥完成啦 上面的装饰物是不是非常可爱呀 打了刮火炮之后 拉伸性也还不错呢 声音也具意解压哦 又好看又解压 最重要的是 我还不用写多页啦 你完了哦 我们俩变作业都忘了啦